中文字幕提供 你又敢說啊 快點啊 你早就回家去看外套貝拉手直播嗎 你的節目很精巧喔 要拿不起來啊 進去 歡迎收看 MUSIC哪些次 你幹嘛 不說今天是Mandy主題嗎 今天是主題主題嗎 要開頭 你要開頭 你反對我們看 好 派我們做最後一次 好 你們要做最後一次 好 那就只有我們兩個喔 好 給你們做 我們等一下試一試 代表你當作人了 沒有他 是我們兩個 是我們是不是 好 來來做一次喔 等一下 頭髮超亂的耶 怎麼沒有人跟我講啊 可惡 好 來 歡迎收看 3 2 1 歡迎收看 Music 那些事 我沒有活力耶 這感覺還不錯 有嗎 說你們一個覺得還不錯一點 你試一次 我覺得你們就是有一種感覺經過 來來 你試一次 歡迎收看 Music 那些事 他很有活力喔 因為他創位了 對 因為他就是綠茶表會有的行為 什麼綠茶表 因為你是主Key 不是 而且你跟我說 接下來 每個禮拜一的這個時段 就都是學生天堂公園 沒有 好不好 我們還是一樣原本的時間 我們沒有要穿 認真跟大家講 就歡迎收看Music 那些事 然後今天是這個節目的最後一集 畢業典禮 算是畢業典禮啊 而且但畢業典禮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都穿黑的跟白的 有有 感覺是 完全沒套好 不好意思 你們是剛從什麼場所過來 對 我們剛剛參加別人的婚禮 是不是在榮興花園的附近 對啊 沒有啦 我們真的是做一個比較莊重的感覺 因為今天真的是最後一集 因為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預告過 我們今天是Music的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坐在這裡跟大家聊天 有 很多人開始已經都要哭了 都要哭了 對 其實這件事情是這樣子啦 就是因為雖然就是 你知道我們知道 我們是一個很優質的網路節目 然後我們也讓很多歌手 敞開他們的心房 但是呢 在這個社會上就是 對 沒有錢就是沒有一切 大家知道這些重要事情 其實還是有點 怎麼講 還是有點感傷 會不會這一集暴衝抖內 因為我經歷了 不可能啦 抖內也不會到我們身上 節目都要收了 其實我真的經歷蠻多最後一集的 像大學生了沒的時候 然後也是最後一集 那時候也是 我經歷兩次 一次是桃子姐要走嘛 對 然後一次是真的要收掉了 那一次關燈的時候 我抱我哭 你哭什麼 他現在眼睛很深邃 真的嗎 所以我今天想問說 你今天到底在這裡幹嘛 今天是不是應該讓你們兩個換 沒有 其實如果我等一下會聞你 我會抱你 你跟女朋友分手了沒 還沒 但是不能這樣子好不好 不能這樣是不是 其實 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有心情啊 其實Mandy 因為Mandy也來那麼多次了 大概三次 大概三四次 對 三四次 但是已經有一點就是 對這節目有一點感情了 我還以為你要說已經有點疲乏了 他已經疲乏了 才三四集而已 那你知道 到多疲乏啊 其實那你這樣這麼長時間 你要訪問我們 你訪問我們 對啊 你要訪問我們 那我想問就是你們今天是最後一集 那你們的感覺 那一路上 就是到今天這一集你們有什麼感覺 你可以問一些不關腔的問題 不關腔喔 這我覺得大家很想知道耶 有什麼感覺啊 我覺得開始已經講有什麼感覺 都是髒話耶 不會啦 其實還是有一點感覺吧 不是 其實說真的 一開始在接這個節目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想太多 我只是覺得就是一個節目 但是真的開始這個節目之後就發現 其實學習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就是例如說 我們可能常常會覺得會講話就會主持 那可能會主持就會主持節目 但其實這之間都是很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就隨著這個時間漸漸的增加 我們就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不光是你們 我們自己也是一樣 我們常看到一些歌手或者是網紅 我們心裡會有一個既定印象 就會直接幫他們貼表就是 喔 這人不怎麼樣 這人不會唱歌 這人沒有才華 這人只長得漂亮 可是常很多時候在節目上就是 接觸到 這些人之後就發現 欸 其實我們 我們想像的是錯誤的 就真的接觸到他們之後發現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才華跟優點 所以我這段時間真的學習到很多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跟海產也磨合了一段時間 真的耶 這個搭配 滿久的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其實性格非常不一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遇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來自兩個不同的地方 其實說真的是 因為我是大雨生沒出來 對 然後是網路界 節目一個是網路界 其實我們一開始很不習慣彼此的節奏 而且其實說真的 因為像我做事我會很嚴謹 就是我會希望我事情都準備好 我才有辦法好好的發揮 然後海產是完全不喜歡有任何束縛的那種人 對 我是很即興的 我是即興的男人 因為我們電視是有時候是即 我們習慣訓練出來是即興要很快 不能先想好 我們不喜歡先想好 因為其實像沒有喔 電視它會酷到 我們都酷到很誇張 就是連你這時候要笑一聲 他都要忍說你這時候要笑一下喔 對啦對 有的電視才是這樣出來 可是我是都不照著那個來 你都很即興 我都很即興 電視也接受我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我們兩個其實常常會互看不爽 其實真的有耶 有嗎 還是你今天第一次聽到開始的這樣 沒有 我們那個心裡可能真的彼此有不爽 我們常常在節目上心裡彼此會很不爽 因為對我來講就是我會覺得 OK 我們節目主要是要丟給來賓 可是因為還想以前在大學生的梅 他其實很搶風頭 主屁主屁 他已經很習慣 我在哪 我哪裡就是主屁 對他很習慣無論如何 他就是要 要讓大家看到 焦點對焦點 所以我有時候會很生氣 因為我會覺得明明這就是要給來賓 宣傳的節目 但是後來後來其實我們 我們現在其實算是 就是合作的比較舒適的時候 有出了一個默契啦 也不是默契 因為知道其實來賓假如快居了 對 我們其實要去就是扛他 說到這個來賓快居 你剛剛不是有講到一個來賓你覺得很難訪 很難訪 對 只有你啊 只有我那麼認真是不是 好像一開始又有共鳴嗎 我怎麼可能我沒有覺得 沒有說很難訪啊 沒有很難訪嗎 可能是我聊天的功力比較不好 不是 那個來賓讓你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他來啊 其實因為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來 不是 因為來賓啦 我們大部分都會有一定的基準 可能是 可能像音樂那些是最明顯的 我們就會很喜歡請網紅 因為我們希望收視率 因為雖然我們是音樂節目 以前我們內容其實滿好的 可是就是因為沒有刺激性 跟都是訪談 所以其實觀眾人流真的低很多 這些音樂的嘛 其實音樂的這樣 所以大家會想要 常常想要找一些網紅來刺激收視 但是那一次那個人來 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因為就是 是哪一集 哪一集要講啊 很早期 很早期一集 就那個人也沒有 可能人氣的方面也不是這麼明顯 然後 台華的部分也沒有這麼明顯 可是他來 然後那天我們就訪 我們就例如說 不好意思 海棠 那請問你德國好玩嗎 我覺得好玩 他們有講那麼多話 海棠你覺得德國好玩嗎 好玩 那麼難訪 那德國有什麼地方是你 你會推薦給大家的 都蠻推薦的 然後 我們那一集喔 我們那一集 我們就是 一個小時的問題 我們10分鐘就問完了 然後我們兩個真的崩潰 我當下直接打開我的手機 瘋狂的Google 跟他有關的一切事情 但因為他真的知名度比較不明顯 所以 真的沒有什麼 還Google那別人嗎 對 Google不到東西 我永遠記得那一集 我還自己在聊說 日本我可以 我覺得我去做代購還不錯啊 我已經在分享 我去日本 不是在分享你自己去日本 不是德國嗎 講說講說 講說去代購的心情這樣子 已經講出來了 對啊 已經講出來了 就是那樣子的一些內容 那算是我們最崩潰的一次 那最開心的一次呢 其實蠻多的 其實講真的 開心的就是真的蠻多 因為很多好玩的 很多很好玩 可是就是不好玩的就是沒有這麼多 所以印象會很深刻 美鳳少女段那一集 西亞 你是不是很開心那一集 其實還好 我覺得他那一集很開心啊 沒有 我覺得他那一集是 他通常是 他不一定開不開心 他通常是抓到一個可以失利的點 假設那一群人 我們有點不知道怎麼放 他抓到一個可以失利的點 他剛好 整個默契跟靈感都來的時候 其實這其實要看靈感的 他就會借力死利 對對對 所以你沒有真的喜歡西亞 我也沒有真的 我也喜歡他們那一團 像是我說那個什麼 凱凱他們來的時候 他帶我們到一番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蠻 因為就是認識 你就可以亂丁亂弄 像西小瓜來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不在乎我們 怎麼講他 對 真的開心的時候 常常都是認識的朋友來的時候 或者是有時候會遇到一些 一拍幾合的歌手 就是蠻好聊的 像有機人來說 有機人一開始也是第一次見面 其實他們就發現 他們很北人很好聊 對 有機人很ㄎㄧㄤ 真的蠻好玩的 所以其實這節目還是有蠻多很好的記憶 然後就其實真的覺得 會捨不得應該就是 我第一次跟一個team一起工作了快要兩年 真的耶 其實是真的耶 而且其實這邊 我不知道怎麼講 一看因為這裡 這個也是一個舞台 就是一開始相信 因為他們說之前 相信因為沒有來過 可是因為我 他們真的早期都沒有來過 然後後來我因為跟谷谷 我滿常遇到谷谷 校園主持的時候 你就去慫恿他們是不是 我就去慫恿他們 就是他們來 結果後來其實後來 詳細約起來 蠻多人也有來玩這樣子 對啊 這次蠻好玩 其實這次蠻好的一個經驗啦 有時候聽到一些回饋 我們心情會很好 例如說唱片公司覺得 你唱得很好聽 之類的 這倒還好 因為我就是這是事實 就是 最後一集還要這麼高傲就對了 我沒有高傲啊 沒有 像常常聽到唱片公司說 他們第一次看到他們歌手 出現這樣子的狀態的時候 或是他們第一次看到他們歌手 這麼可愛這麼放得開 其實我們心情都會覺得很好 就是 對對對 就是你們好險你有帶他們這樣 其實這個這樣子 因為其實除了我們 之外網路上有很多其他音樂節目嘛 那其實那些主持人也都是我們認識的 對 老實說我覺得我們是最好笑的 哇塞 有 我覺得你們是最好笑的 我不敢說最好笑啦 但我真的覺得你們的默契感覺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 就往開水下就是一個很冷 就比較冷 對在我心目中一樣是一個冷靜性 然後海產就是無盡的耍背 然後所以你們兩個配在一起 就是會很好笑 蹦出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其實後來還蠻多 其實節目找我們兩個一起打的 真的嗎 像是死馬退的事情 所以我們兩個一起打 可是他之前就是一直拒絕 可是我推到不是因為你 是因為你嗎 我不是因為不想跟你同台 是因為我真的時間嘎到 應該說雖然 我們已經兩三次了 應該說雖然我相對他來講比較冷靜 可是其實我也是很放得開的人 對 某種程度上 然後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一直磨合到現在 就是沒有殺了對方 然後走到現在就開始覺得 有一點革命情感的時候 該不會有點情愫了吧 節目就沒了 其實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以後的路上一定還會遇到 對啊 我們少了這個節目 我們可以去別的節目嗎 我們可以上全 全天榮可以讓我們來嗎 全天榮 你們一來我們就要被創位了耶 我們GIMMY啊吉他手 我們大家就掰了 GIMMY吉他還是整個比較好 GIMMY吉他可以留著 這我跟AMMY要掰掰了 不會啦 你那麼可愛對不對 不會跟AMMY要先掰啦 不會啦 就是海產自己都要穿一個電視台了 根本不用擺 我沒有穿一個電視台好不好 沒有 賣卡貝還有海產嘛 對 海產還是有 沒有 我們今天不是要臭屁自己啦 我們今天在檢討 這一個就是 檢討什麼 幹嘛檢討 就是其實連兩年了對不對 其實總共我覺得是 有真心畫大冒險 快兩年了啦 今天現在幾月 我們好像是 9月底 11月的時候 對 快兩年了 快兩年了耶 有真心畫大冒險是不是 好啊來啊來啊 你想要煩我們嗎 對啊 我想問代替 今天大家有一些大家的QA 好啊 想問說第一個問題 你就直接問說 海產為什麼一直換女朋友 我沒有一直換女朋友 因為其實這個節目已經兩年了 兩年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很 都不知道啊 其實我要幫他講話啊 他其實 平常 平常就是 就是說他見一個愛一個 雖然是事實 但是 你會換兩年了 會不會幫我講話 但是他真的沒有一直換女朋友 沒有一直換 他只是一直打嘴砲而已 然後他跟他對女朋友 就都還是滿穩 他有女朋友的時候 他只是會嘴 可是他還滿安穩的 色大無大 色大無大 那第二題是 為什麼還想要跟每個女來賓告白 而且都是同一首歌 那只是因為我沒有在寫新歌 沒有在寫新歌 沒有哏 我沒有寫新歌 因為女來賓有 就是有機會 有告白的機會 會變好朋友 搞不好 哎唷 就像我一樣嗎 就像你一樣 他就可以利用他 我就可以 對啊 我就可以 我沒有利用 變朋友 沒有一方面是有的時候 因為有的時候 因為海產不受控 他也不戴耳機 他不願意聽到 我不喜歡戴耳機 其實我真的不喜歡戴耳機 就那個時候他要做出一些 所以他其實有時候形象是被塑造出來了 會講 哇塞 那 既然有一題就說 那開水跟海產有機會在一起嗎 沒有啊 其實這種事情我不要講死 很難講啊 很難講 我以前也覺得啊 你知道這種最後會在一起都是一開始看不對眼的那種 對啊 所以很難 我也不講死該天 哪天偶像劇我們兩個假戲真作 我們就真的 哇塞 對啊很難講啊 可是開水在旁邊皺眉頭耶 我跟你講他其實心裡在窃息 心裡啊 他在那邊假作眉頭 他在窃息 有在窃息就對了 海產的年收入有到達 我要求不多 五千 五千就可以了 五千塊 五千塊有優 五千萬 那你這輩子就這樣不全心了 我跟你講 你要單身一輩子喔 我覺得他是有機會辦得到的耶 辦不到的我就會說不行 然後有機會辦得到的 我就會逼他娶我 哇塞 搞不好有機會嘛 但他們說每次你們玩遊戲都是真的打嗎 欸其實我都是真的打的 我沒有在玩 沒有在假的 沒有在做假的 其實我玩什麼都敢真的玩 不過我聽說像我 我除了電流我真的很討厭之外 其他的我都願意來真的 但是到一份時間因為 因為海產非常的躍動 我想說那就 通常懲罰都是海產被懲罰 其實我玩遊戲真的那件事很多 不只在這個節目 我很多真的 人家無誠在觸發 真的都是真的觸發 其實講我都玩真的 我沒有在害怕 我們從來沒有假打過 我們就只有來賓可能在其他節目 他們假打 然後就會覺得 他們不敢真的出力 我跟你講 我們還會覺得有一點不好玩 我在通告裡面 甚至吃蟲啊 那個蟲都是來賺的 都是真的蟲 對 我沒有在玩假的 我想說只要能做 我就做到最好 所以他的腦袋才這麼破啊 不管對不對 吃到 所以我就算我決定這個通告 這個通告其實只有500塊 你就是做到滿 其實要吃大便 其實我是做到滿 所以那你等一下去吃大便 我這集裝到沒有寫要吃大便 沒有寫 我還以為這樣講是等一下模仿意思 不過真的海產是只要有空檔 他就會盡力做滿 而且有的時候像他有時候靈感來了的話 他就是有時候 他也會把靈感做好做滿 對啊 我也是需要放大的那種 對啊 OK吧 那他們說就是 每次即興Rap 海產都要看稿 他沒有即興過啊 其實我沒有即興過 其實我沒辦法即興之整 我必須承認 可是每次有饒舌的歌手來 我都很開心 其實因為我饒舌的不好 真的很像蘇萊寶 可是我很喜歡寫寫詞 有寫詞 真正我都有寫詞 有一次我記得就是老闆有說過那個什麼 因為海產是真的有寫寫酒的 那個就是說對 因為我是真的有寫 有 你寫書都可以上youtube 其實我寫滿多 就是每次只要有饒舌的歌手來 我都有寫 其實我都有寫詞 有有在我載的有幾集都有饒舌歌手 海產其實蠻認真 他雖然搞笑的反應很慢 就是他只是 不是搞笑的反應 饒舌的反應很慢 我是說他搞笑的反應很快 可是他如果你即使要他伸出一些就是 我撐不出來 其實我撐不出來 他速度沒有那麼快 可是他知道自己這個狀況 所以他常常只要 他會看當即的來賓 例如說是饒舌歌手 他就會先 我就先寫 對喔 他就會先寫好 你要不要說用心 所以其實在這個節目 真正會饒舌的是 是開水 因為開水每次真的即興 他真的都即興啊 對不對 開水每次真的都即興啊 我是即興 可是我沒有研究 應該說其實 這方面 Flo都有押韻耶 喔對 有 不是 你敢說你的押韻 不是 他態度是對的 態度是對的 運腳是沒的 你們兩個很煩 讓我講話 你要講 訪問人不是這樣訪定 就是 因為我耳濡目染 不是我真的在饒舌團體待很久嘛 然後我很多朋友都是饒舌歌手 所以這真的從以前聽很多他們每個人的作品 然後就是在看很多國外的東西 其實我大概知道那個狀態是什麼 只是我沒有辦法像他們反應這麼快 像熊仔的腦袋裡瞬間 就可以想到一百個鴨童韻的字 真的 對 可是我沒有辦法 但是至少那個態度我是知道怎麼做 態度是對的 態度是對的 那你還問什麼 那他們還會說 就是製作單位常常要你們兩位演戲沒有腳本 這樣很尷尬嗎 那你們演出 你們有被訓練出什麼 可以說真心話是不是 可以啊 今天就是真心話 因為反正沒有下一集了 對沒有下一集了 其實我一開始是非常覺得非常納悶 一開始真的非常納悶 演這種沒有曲情的 你後來沒有納悶嗎 我後來也有納悶 可是我後來發現有時候亂演 有時候會演到一個 突然節奏會是對的 你亂演亂演會中 可是那 真的 可是十集大概中兩集 對對對 八集是沒中的 那個中的機率非常非常小 因為那個中除了看 他有沒有靈感 我有沒有靈感 那要看來賓跟你就是怎樣 可是要是我們兩個 當時腦袋裡面都空掉 然後來賓也是 就是低能低能就空掉的話 我們就會整個空掉 我們就會不知道人生該怎麼繼續下去 所以這其實沒有劇本 有的人不會演 而且其實說真的 這是滿尷尬 那有時候我們就後來 有一陣子看到腳本 然後就是腳本裡面就引以為傲 就說是我們最經典的沒有 沒有結尾的短劇 我們看到什麼最經典 明明這是你們藍的寫 所以是 我們常常會不知道該怎麼辦 都沒有套過好 直接集氣 其實我們沒有套過 可是這也是一個好處啦 訓練就是 直接訓練 對啊 你就當一個訓練嘛 你往一個其他方面想 你會覺得比較快樂一點 對 就是想辦法收尾 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其實這個腳本 是泰勒哥 想要問你們的尊重 好不好 原來是製作單位 對 製作單位自己滿想問的 那我們剛剛講的都是假的啦 我們都講反話啊 那他們說 那你們兩個常常就是要跳舞 那有訓練出 像我那一次 第一次來的有一集 就跳那個泰國舞 我也是臨時被Cue 我們是真的沒有肢體耶 因為其實說真的 就常會 其實我們常會苦惱說 節目就是可能收視率沒有那麼好 然後我們有時候想說 那我們要不要來做一點 有趣的新的企劃 就例如說讓我們兩個去 上課 上跳 對… 就出去拍個小外景 或者是出個外景什麼 但是可能你愛於 真的是愛於經費的關係 到後來都沒有實行過 所以其實 對 我們兩個是 對啊 對 就這方面比較 有點可惜啦 對 有點可惜 所以如果有機會 你們兩個會想要一起去跳舞 就是開發肢體上面 有機會的話 我會希望麥卡貝會中大樂透 大概中個1億左右 然後大概播個 不需要別人站起來 你知道台灣的綜藝節目 台灣的節目真的很便宜 我們就播個200萬左右 給我們就是認真的做節目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得很精彩 其實應該… 可以 其實我們這個音樂 這也是這個指標 其實滿多我藝人的 其實藝人的朋友 他們都其實他們的宣傳 都知道這個節目 其實滿多人知道 真的啊 必須真的必須講 我們自己在自己捧自己 像我很多地下樂團的朋友 他們說可以去上你們的節目嗎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節目 沒有像電視台一樣 需要這麼大的門檻才能進去 可是代表 他們會來想要在宣傳 代表是已經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有 雖然手指令可能沒有衝得這麼高 可是已經是一個在音樂界裡面 可能需要來的一件 算是一線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尷尬的事情 所以就是還是希望大家就是 如果就是有任何觀眾朋友 你們真的心裡有很喜歡跟很支持的對象 真的就是要用行動去支持 不要放在心裡 因為這是一個很看數字 然後速度很快的一個時候 但對我還想說的也沒錯 像我真的有很多歌手朋友 他們發片的時候都會來問我說 可不可以來你們節目 可不可以上你們節目 然後對 當然是可以的話 我們都會盡量希望大家可以來 而且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跟海坦我們不敢說我們是口條跟反應最好的主持人 但是我們絕對還不錯 就是我說在同類型的網路節目裡 就我們的反應跟那個都算是不錯 所以其實常常會有歌手來這邊 然後就說就覺得這邊感覺比較正式 就很 對… 因為我們的其實硬體設備 比起其他的可能網路節目 音樂節目其實是比較… 幾乎跨逼近真正節目 對 因為其實是可以Live Band進來 打進來收音進來直播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的硬體設備是不錯的 我到現在還是其實… 累歸累 可是我還是滿一 這個節目我也驕傲的 大概滿酷的 對 那剛剛有講說你們兩個要不要合作 如果你們兩個一起合作 想要做什麼樣的音樂類型的節目 首先要先給我們200萬 要200萬是不是 那如果有 假設就有200萬啦 就有200萬想做什麼樣的音樂類型節目 我會希望可以做更活潑一點的音樂節目 玩更大嗎 應該不是說玩更大 因為其實說真的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我們來這邊的歌手 大部分大家來這邊都是宣傳 所以其實我每一次的問題跟節目流程 其實都是非常致視的 對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有一點可惜 就是如果我們可以做出更精采 更靈活的節目的話 我懂啦 其實一樣嘛 要嘛就是professional到一個點 要嘛就是北蘭到一個爆炸 也沒有當那麼誇張啦 就是例如說 歌手來我們可以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或者是例如說 我們真的去舞蹈教室上上課 然後可能到外面去 我們池地到街頭去駐唱 看看這個狀況是什麼 外景 就很像是一個小外景 雖然那個小外景可能是預錄的 可是就是大家可能先來聊一下 因為你知道這些事情 這麼多這些事情 收合在一起才是music那些事 因為我們後來有點變成宣傳那些事 歌手那些事 聊音 還有那個收視率那些事 就是會覺得有一點可惜 收視率一切 那我現在是很老實喔 我會不會封殺我自己啊 不會啦 那為什麼有收 因為就是有壓 欸其實做節目其實多多少少 加好比較多 多多少少有壓力 其實回一個觀眾的話 其實多多少少嘛 還是需要 其實不能說我們沒有 我們其實很平常心的 可是你一定要跟節目的其他人 不管跟哪一台比 不管跟什麼比 你會覺得 為什麼自己的節目其實 我必講 我有時候就覺得我努力並沒有其... 我... 努力並沒有其他人差 可是為什麼得到回收東西沒有比 你說每個節目都倒了嗎 你去的每個節目都倒了 每個節目都倒了 這其實不是我的問題 但是我有想過 我不是說... 不是說倒了的問題 我是說 可能我這個東西我很努力 可是為什麼其實 這是我的問題 還是其他人的問題 所以誰在想說 是不是自己做倒了那個節目 其實事情是這樣啊 因為我們其實知道 音樂節目本來就是收視率很難做 你看像嬌哥 他做了這麼... 這麼有口碑的音樂節目 最後也是收掉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音樂節目奶 對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可惜的事情 但是還是很開心 就是可以在這個節目就是 做了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認識這麼多... 不同的事情 跟... 其實我的視野有變得更開闊了 欸 因為其實認... 真的認識更多人啦 而且認識... 其實有些不... 可能這輩子不會遇到的人 你遇到了 但是鬼鬼真的也來了嘛 也來... 真的 小時候的偶像也都遇到了 像日誠 家家通通都遇到了 對啊 真的 你會覺得... 欸 這是一個很... 其實是一個很棒的舞台 對 而且其實... 你說會不會... 其實我們這舞台我們錄久了 還是有一些被... 還是有被攻擊被罵 可是這是一些養分 已經有 我們... 我們節目連被攻擊的都沒有 欸 我們不要人攻擊我們節目啊 沒有人看了 不是我說有時候會有... 應該是會有人啦 還是會有人嘛 你說我...我攻擊你嗎 不是不是我說網友 網友 其實不管錄什麼 會給一些意見就對了 就是酸 酸 可是其實還是啦 其實... 而且認識很多粉絲 其實真的是也會... 就是... 鼓勵我們 說讓我們有在看這個節目 這是真的啦 而且雖然... 雖然... 我覺得我們兩個 現在真的調適得很好 因為其實我們是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已經錄完 才收到這個消息 就說 欸 下個禮拜是最後一集 然後當時就真的 我們兩個就是都非常冷靜 就說 喔 好 然後就是 欸 那今天要不要... 穿慎重一點 有啊 剛剛說我跟開始講過 那還是我們穿個就是... 典禮畢業的那種感覺 我是完全沒套好 可是你有搭到... 而且今天來賓 不知道為什麼都穿黑黑白白的 我都沒以為我們今天是要參加什麼儀式 正式啦 正式啦 今天真的是我們的最後一集 對 今天真的是最後一集 欸 講一講還是有點那種... 淡淡愛傷耶 淡淡愛傷 喝個水 喝個水 喔 吃飯吃個滷味 那最後一集我們也要置入喔 這個是... 大家看到前面這一桌滷味了嗎 這個是... 公司有在賣 公司有在賣 購買王子炒一下 我們的美惠師傅 無敵消魂麻辣滷味 那是 真的滿好吃的 欸 導播你在Key這個時候 有沒有一種淡淡的哀傷啊 欸 我剛剛在吃那個 我說欸 有點辣喔 你知道我剛剛吃... 你要吃嗎 你要吃嗎 我只是雞針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雞針沒有骨頭啊 這方便 美惠師傅 其實真的滿好吃的 之前在那邊呢 有一個戴帽子的導播 欸 戴帽子的攝影師叫吃 你們叫他什麼名字 永威 永威喔 剛剛我就在那邊吃 他就說 好 你在那邊偷吃 我就說 喔 還不能吃是不是 我就說 喔 這還蠻辣 他就說好不好吃 我說蠻辣 他說哪有你辣 我就... 我就想 欸 怎麼跟海燦那麼像 事情是這樣 今天明明是最後一集 為什麼永威人不在啊 對啊 因為他早上出外景 他早上出外景 就我們攝影師這樣子 但他剛好吃 欸 真的好吃耶 真的好吃耶 好吃的 最後一集 樹倒狐孫傘 該吃的還是要吃 欸 其實真的滿好吃的 真的滿好吃的 喔 你很誇張耶 想不想喝酒 嗯 想啊 可是大家還是要鎖定啦 其實之後不一定 大家鎖定一下 MUSEINIA的粉專頁啊 就是我們兩個 我們三個的粉專頁 其實都鎖定 有些什麼消息啊 不管你是喜不喜歡我們的 對 觀眾朋友 其實我們有些消息 如果你剛好就喜歡 剛好我們在主持什麼節目的話 對不對 還是有機會可以在 未來的路可能才能遇到 會再看到你們兩個在開節目之類的 欸 有可能啊 很難講 我覺得這個是還滿 滿有可能的啦 對啊 對啊 因為我們兩個都長大了嘛 欸 其實講感性的話 我已經講不太出來 對啊 我也覺得 你講講看 你講講看 你們兩個這樣正式 好像不太自在 我其實沒有不自在 我平常其實就是 我只是一直想說 我的瀏海怎麼一直分開 欸 不行 我講不出感性的話 你講講看 你一講你會落淚是不是 Try me 你講講看 你現在很認真的講 欸 不行啦 我講感性的話我就 會PO掉 你講一下 講一下 等一下就換陳寧久了啦 你講話然後我吃東西 我喝飲料等你 這樣你沒有壓力吧 欸 我真的不行啦 天啊 劉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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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集 感性 快點想講什麼 天啊 欸 他真的 他真的爆叫 沒關係 Mandy 我們等他 好感人喔 但我也 真的很感人 你畫太多了 我不是演的啦 我真的啦 你幹嘛 大風一催淚的冰不遠 欸 我真的講不出來啦 天啊 沒關係 我給你10秒 然後你就會很認真的跟大家說 說心裡話 因為 接下來我們就沒有時間了 因為今天算是最後一集 這樣我們等一下要訪問兩個來別 別說兩個到 好累喔 好累 我們會不會下班 我們只剩5分鐘 可以認真的跟大家傳達心裡的 內容 欸 我真的講不出來 我覺得好累喔 心累是不是 嗯啊 那我先 好 我先 好啦 你好沒用喔 好啦 就是 那個 大家好 我是最後一集 然後劉慧居然還BCA的開水小姐 然後昨天我跟余根辦了一場 非常精彩的演唱會 河岸的工作人員都說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 從來沒有看到 有人把河岸塞滿成這樣子過 我覺得非常的驕傲 但是 好啦 在Music那些事 就是這大概兩年的時間 覺得 非常非常的 感謝 就是 我其實是一個 我其實是一個很 很航班的人 然後 我做事也很 我做事也很強硬 我比較不柔軟 然後 在這段期間呢 就是除了要感謝 工作人員之外 其實我最謝謝的人是劉慧婷 哇塞 你自己想他又要爆哭了 對 因為 我跟海產的工作的性格 非常的不差 妳先不要照我啦 照他 雖然我們都是 雖然我們都是好人 但工作的性格非常不一樣 然後 其實我 從 之間 我其實有很多時候 就是曾經非常不諒解過他 就是 我們有 名字吵過也有 按著吵也有 甚至在節目上直接對對方發脾氣 也有 就是這些可能觀眾不會知道 但我們兩個心裡都很清楚 幹 不是啦 你不要看我 我這樣比較沒關係 我這樣比較講得出來啦 對 就是但是就是在跟他共識這一陣子 就是我學得到很多 就是以前我不知道 以前我不知道可以這樣做事的一個方式 就是 雖然他常常很敷衍大家 然後說話都不算話 然後都會飄走 就是 可是他教會我 就是其實 進入一個環境裡面 例如說你 例如說可能你遲到了 你進入一個環境 你馬上放鬆心情 其實對大家來講 每個人都不會有負擔 就是 都可以舒服自在過生活 然後有的時候對於 工作的一些細節 不要過於執著 跟不要有太多的 糾結 這樣子 就是 你在工作的方面可以看到更多 所以我還蠻感謝 我覺得 我就是真的很感謝劉威廷 哇 真的 對 然後大概是 然後也 因為雖然我們節目就是 在修飾率的部分 比較沒有那麼理想 可是 每個禮拜 就是只要在播出的時候 真的都會看到重複的一些觀眾 真的有一群死忠的觀眾 就是 一直跟著我們節目 一直到現在 然後 就是 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 我沒有想過 自己可以這麼有毅力 然後主持一個節目 主持快兩年 就是 以我的性格啊 我最討厭固定的事情 但是我就有辦法做到現在 我真的覺得 很感謝 然後希望這可以成為 我們的養分 我換我了喔 對 欸我其實講真的講不出來 就是其實 你好廢 欸其實 小姐是不是都不會哭的 泡汽卡文 很少 長大之後比較不會 欸我還是很會 其實我怎麼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因為我們是 走大學生的美的時候 其實就是諧星 諧星是 其實 我們很在意別人 對我們笑不笑 對 可是很 其實很 一開始只是省鼻涕而已 是不是 可是其實我們很封閉很害怕自己 就是心情不好的時候被看到 對 因為其實大家看到我們的時候 其實就是開心的時候 要開心的時候 就是我最後一集 那時候錄大學生的美的時候 我就問說 欸還是很原來 你是有眼淚的 嗯 就是你是會哭的 我說 就是對啊 其實因為經歷 真的經歷很多 其實很煩 你不知道為什麼經歷 不管什麼事情的最後一次 都還是會有點感傷的感覺 都還是會有點感傷啊 我剛剛為什麼講不出來 你第一次當爸爸呢 我還沒當過爸爸 對啊 其實就是 其實就很 欸這兩年其實很開心 其實也很 很屌讓我就是 有這個舞台這個環境 然後 我已經都知道 其實第一次為什麼會來 是因為我在路上表演的時候 然後被這公司人看到 我可不可以來錄影 我剛剛說不行 因為通告費太少了 他們這麼隨便喔 對 我很記得 他找我來的時候 我跟他說通告費太少了 然後後來他就問我說 可不可以來代辦 然後最後就是來代辦一次 然後那時候我來就是 跟何美來代辦 那個銀顏樂飯店的 最後也是最後一集 也是最後一集 對啊 然後就一直遇到很多 那個什麼 反正 反正就是這樣子 我就其實很謝謝 就很謝謝大家 我不知道 因為我 在大學生裡面 鞠躬之後 節目就倒了 不是 不是節目確定要倒了 你才鞠躬的 對啊 對啊 其實就是還是真的很 謝 就是謝謝大家 這個 所有工作人員辛苦 你知道嗎 真的謝謝大家 哇 OK 就是 其實 可是講那麼多點 還要錄影 不然我們就是跟陳寗就有商量 看他要不要不要宣傳 讓他訪問我們 因為 就是 這個節目其實通告費少是真的啦 就是 可是 應該說是 就是 就是這些內容會讓我們 願意 一直來 想要做出好的節目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說真的 如果像網紅的話 我們平常在 我們平常在網路上 例如說做實況 實況其實就是查可打魂 然後就做一些熱鬧跟很傻的事情 可能有些女生就露奶 然後找相戀 然後可能男生打電腦 就其實 對我來講 節目這種事情 就是對我們來說是有累積的一個工作 就是 隨著我每做一集節目我都會有成長 那這些東西都會 就不管是流存在網路上面等等 就是這些東西會被留下來 讓大家看到 然後這是我的一個作品 這跟我們以前的工作的內容很不一樣 例如說可能你只是在杯數上發個文 可能幾萬塊 可是那是沒有任何沒有任何沒有任何 成長 成長的一個工作的內容 就是 所以其實我真的很珍惜這個節目 然後也非常謝謝麥卡貝 對 因為就是可以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就是主持這個節目直到現在 然後我覺得我變得更完整了 就是各個方面的能力 原本不完整就對了 因為說我本來 就是讓我各方面的能力都 更讓你更好一點 提升 更提升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很好 對阿 我也覺得其實 非常不錯啦 對 雖然很可惜 今天 今天不能全部都留給我們 讓我們訪工作人員訪一遍 但是 我覺得今天講 就是 謝謝收看那 收看今天這次會爆哭 不然我們覺得今天跟來賓講說 欸爸爸還是最後十分鐘 我們可以先請你出去 然後我們自己跟他 不可以啦 趕快把他的地方 趕快把他怕訪問完 怎麼可以 所以趕快輸出來了 不可能啦 不可以啦 怎麼可以啦 你通告費都付了 對啊 是不是 有人說他們要3.0 music那些3.0 喔 事情是這樣 就無論如何就是 不管 不管之後狀況怎麼樣 就是我們還是會很希望 這個節目有機會可以再找到 好的贊助上 然後 無論到時候 到時候節目主持人 可能就不是我們兩個啦 可能就是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以這個節目為傲 我覺得沒有問題 就是 還是很希望節目有機會 可以找到新的贊助上 因為 不管是不是誰 知道我們 曾經主持過這個節目 為榮 對喔 而且因為我覺得像在 麥卡貝這樣的一個地方 大我們的認知其實是 網路電玩節目起家 然後如果 可以有一個優質的音樂節目 繼續放在這邊的話 我相信 就整體麥卡貝的價值 這大心裡一定會被更加的 而且我們已經是 音樂節目最長壽的主持了 歷屆 真的 欸我必須講一件事情 我們學生天團 真的都把你們的 就是你們節目的規模 然後跟你們兩個主持人 對 我們都每次都說 欸 可不可以有機會去 music 那些是練練主持 因為 你們真的是兩個都是 我們的 大家的榜樣 不不不 沒有錯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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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學習好不好 嗯 對對對 你什麼時候把你就很像 趴車小弟的墨鏡拿下來 我現在很醜啦 不要這樣 你可以現在拿下來嗎 反正你不管有沒有流淚都很醜 大家剛剛戴著這眼睛講很感謝你的話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欸我真的講不出 我真的不想被看到啦 很醜 不管你有沒有拿下來都很醜 我覺得你現在拿下來比較醜 你為什麼突然講他羞辱人 你現在拿下來比較帥 欸不行 你拿很醜啦 你今天有畫眼線了 我沒有畫眼線 欸我真的是有血有淚的 有血有淚 其實我覺得你 你哭的樣子比較帥 欸不行 我覺得我哭的樣子很醜好不好 沒有比較誠懇 因為你平常就是太 我其實講太多假故事了 早上都假故事 可是我那個時候 我其實也很謝謝別人 願意聽我的假故事 假故事 我現在真的覺得 我說假的沒有一個舞台 讓我講假故事 我今天搞不好是幹詐騙集團 也不一定 我搞不好是在打電話 騙一些老奶奶錢的 也不一定 但是也有一個舞台 因為 差點走偏了 走偏了 好像有麥卡貝這個平台 讓我收留 讓我講假故事 雖然 雖然 海產算是我公 就是我在網路這四年多來啊 他是我數一數二覺得 我數一數二了解的搭檔 我現在已經可以抓到他 講假故事跟真故事 真故事的差別 時候 然後他有沒有生氣 然後他有 他生氣會怎麼樣 他有多韌性 他脾氣壓起來的時候 其實我生氣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我這個很容易 只是會有一個氣息出現在那裡 就是有一種 感覺不出來的 因為通常他會生氣的時候 大部分也是 我也已經生氣的時候 就是 我們槓上的時候 但是那個是 不會很明顯 不會很明顯 對 你可能問攝影師 他都不一定會發現這件事 對啊 對 那我們準備要去進行 節目來電 我們要去見陳寗久了 對 好啦 那麼接下來時間 讓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